你们不是想看我生烟海参吗 今天他来了 其实烟海参这事我也惦记了大半年 所以回家后的第一站 我们一起飞大连 下飞机咱就直奔海鲜市场 你们看这规模也太大了吧 不仅有满墙的帝王蟹 还有老张大世界 我去这不就是你们心心念念的海参吗 拿在手里QQ弹弹的 而且一年还会喷水 我让老板挑了四只最大的 但是老板说海参长期冬眠 生烟之前要唤醒它 不过为啥没反应呢 回酒店之后咱也试试 你们看动了动了 真的动了 难道这家伙还挑人 此情此景我高低的整一句 他们只认艺术家 下一句你们了 简单冲洗之后咱这就准备 我去他吐了 不会是拍那一下脑震荡了吧 现在浇上我的灵魂小料汁 进冰箱冷藏腌制一小时 时间差不多了 咱先把海参的内脏取出来 再给他们改改刀 最后浇上我的灵魂小料汁 不过头一次吃海参 我还有点紧张 我是高一啊朋友们 口感介于老张和鲍鱼之间 最终带着一丝梗球 但又完全能嚼烂 就是味道 好像有一股子土形味 对了 你们还要看我有点啥 评论区告诉我